如果能上课10分钟 下课40分钟 那就太好了 还有不考试 没有主家课 最好可以出传 小朋友逗趣的向神逗的现场大人 哈哈大笑童言童语 纯真无限 欢庆儿童节 台中市政府今年整合各局处 推出八大主题 庆祝系列活动 从4月4号到4月7号 这四天当中在文庆森林公园 不但有艺术大官员 而且呢在每天晚上 也会有纸风车在圆满剧场的演出 此外大朋友小朋友 一定要来看台中我的家 到时候呢我们的妈祖鱼 白海豚 中华白海豚 会带着大家来认识台中的景点 所以除了星光电影院 选了十部的片子 让孩子看了以后做分享以外 我们千人的彩绘活动 我们由农业局提供了 一千株的小树苗 让孩子在校园里面种下去 它就是一个回馈学校的 实质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活动 揭开彩球 谜底揭晓 没错 今年儿童节的主题 就是当我们同在一起 延续去年的三部一没有 不带书包 不穿制服 不考试 还有回家没有功课之外 还能参加大大小小 专门为小朋友举办的活动 不但如此是否还要带大家一起来做立体书 创世界记录 八大主题还要加一项 八加一 加一项是什么呢 我们会延续到四月份 地体书 地体书的制作 然后还要写世界记录 所以今年的儿童节 非常精彩 从市区到每一个区 从家庭到学校 所有都涵盖了 像原本周一天的儿童节 扩大办理让小朋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活动参加 不但可以增加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也能过个开心的儿童月 整军台中采访报道